说这两天的网上爆出 说一名13岁的女孩 花70万元 瞒着家里边找画师约稿 被家长发现之后 要求画师退款的事情 事件曝光之后 是迅速冲向了微博的热搜 引发了大批网友的围观 约稿一般是指约稿方 将自己的要求告诉画师 并支付相应的价格 画手则需要按照约稿方的要求 画出作品 据原始投稿显示 这70万的价格是好几张画稿 时间跨度有数月 其中最贵的一张稿子价值 约为7万元人民币 据介绍这位13岁约稿的女孩 名字叫做福福 她的母亲在发现女儿 花了70万约稿之后 查询了转账记录 立即与被约稿的 八位画手取得了联系 表示自己的女儿是未成年人 要求画手进行退款 要知道这约稿都约了 有段时间了 很多画师呢 早就已经完成了作品了 还有的就算没有完成 已经是画了数天了 其中付出的辛苦 是可想而知的 被要求退款 让画师们很为难 所以退款的过程 也没有那么的顺利了 福福的妈妈 随即披露了和约稿平台 以及一些画师 要求退款的聊天记录 记录当中呢 很多画师说 约稿的时候 约稿人并没有说 自己是未成年人 而且呢 报价有的也是约稿人 自己提出的 现在呢 要求退款 让人接受不了 但是福福的妈妈 却表示 约稿人是未成年人 而且这笔钱 还是福福偷偷转走的 这样的行为本身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笔钱必须要退 不然将会走法律途径 4月7号呢 其中一位被约稿画师公开回应 他书里公布了 他所知道的事发全部过程 表示自己已经退款了 说明呢 直到福福的妈妈来找自己 才知道福福是未成年人 这其中完全没有诱导消费的行为 这话是上面一出 很多人对于这些话师 也是深表同情啊 其实呢 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要遵照法律办事的 根据民法典第19条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其由其法定代理人 或者是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就这件事呢 未成年人进行此类消费的 在法定代理人 未追认的情况之下 买卖行为无效 所以说呢 无效的买卖 取得的任何钱财 都需要返还 不能返还 或者是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是折价补偿 看来这以后话师们 以后再接单 真得仔细地确认 对方的身份 未成年人的约稿 还是拒绝吧 而就监护人而言呢 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孩子 保护好个人账户的信息 尤其是银行卡的支付密码 嗯